台灣有更包容以及多元的態度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樣的脈絡中 去發現更多溫暖以及感人的故事 在2017年的時候 當時剛好有一次機會 有一個朋友推薦我 你可以參加朝台灣 其實這個過程 第一個讓我很驚喜 另外也是讓我這個初學者 有一個很大的鼓勵 很簡單 我只是想人們知道台灣 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人在身邊 我的朋友 我的家庭 甚至新人我認識 他們知道台灣的我 這就是我的目標 誓者從人文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來拍攝在花蓮玉裡 這種年輕人外移的一個地區 不同族群的媽媽 對於離鄉背景在外小孩 表達他們思念的一個日常生活 台灣很棒 我們要去旅行自由 沒有計劃 它是美麗的 所以你能吃到每個地方 都可以吃到每個地方 還有很多食物 這是一個國家 非常好 去旅行 我們自己先踏出那一步 比如說我們看到美景 就自然就會拿起相片 我們再把你心中的故事 變成一支影片 然後去感動更多的人 我還蠻鼓勵大家參加超台灣 因為它是一個可以做為一個 自我學習 檢視自己的一個方式 我的個人提示 當你不認識 你不認識 只要集合你的情感 理解 他們 讓他們有意識 隨便他們 聽到自己 和你感覺 告訴你 《Trend in Taiwan》 《Trend in Taiwan》 期間